在我们了解了关于这个日志的一些概念以后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我们怎样定义这个定义这个什么规则 是不是 或者我们来看看现有的规则是怎么样一个概念 先来看我们的配置文件 EDC下的rc4log是吧 对不起点confo 这里面我们看到规则就在这一块这块规则吧 新什么意思 新是左侧是设备右侧是级别 新指的是所有设备的所有衣服 以是info以及info以上的这个级别的日志都有都记录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但是有排除的没有点闹闹闹是什么意思 没有就是他不记他不记像他排除了 osprv他也不记crown什么他不记也就这三个都排除了除此以外大家都在那个大锅饭里面吃看到吗 大家都在那个主日文件里面基本上都在主日文件里面是吧 这三个 这三个单独写了看到吗 osprv这个设备的什么 所有什么 所有级别 这个设备的所有级别 然后是到这个文件里面去是吧 这个设备的所有级别是到这里面去 这个设备所有级别到什么 到这里面去 明白 好 可能大家有疑问 还有一个啊 就是任何设备的emerge 严重 严重这个级别 看 是不是 所有设备这样一个级别的日识都会打到屏幕中端上去 就是大家就相当于快跑啊 轰杀机来了 谁都要跑 就这个已经是什么 最严重的事态 好 同学说什么叫级别呢 刚刚设备说明白了吗 就是消息的什么 类型 同样可以去曼 曼什么 曼三 还是那个刚才那个函数 然后往下走一段走一段啊 看一下 看这设备是吧 这是什么 nevo 级别 所谓的级别说白了就是呢 它定义了一个消息的一个严重性或者重要性 它属于什么呢 哪个等级的 没有吗 哪个等级 比如大家应该听过橙色预警黄色预警吧 没听过 那是因为你们刚刚来北京 不太熟悉 北京的冬天 各种预警级别是不断变化的 明白 是去经常有红色的 还有橙色的预警这样的 代表了不同的雾霾的等级程度 OK 那么很显然 就是什么呢 听我上 听我讲啊 什么叫我们来乌霾等级来讲啊 就是这个事情有多重要 达到什么一个级别 什么叫第八个呢 第八个叫做调试级别 这个级别呢是事无巨细 什么都记 明白吗 什么都记 就是各种信息 不管是报错还是不报错 是正常 都记 明白 就是一个发生的任何的行为 就这个进程发生的任何什么 相关的事件全部都记 这个是用来干嘛的 既然它的名字很清楚 叫第八个叫调试级别吧 那我们用来对它做一些调试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希望能够输出更多的消息啊 更加详细的所有消息来对进程的一些问题 进行判断和处理 就相当于你你把你所有的报告 各种页写的呀 什么全给我打印出来我看看 有没有问题都看看好吧 全打印出来 这个一般是不用的 什么用 我们如果有一个程序在启动的时候报错 或者在某种情况下报错 或者说我们想得到的不一定报错啊 我们想得到它更加详细的信息去分析的话呢 用第八个 一般不用 一般用的是哪个 Information 消息级别 或者叫Information 看到吗 这个级别呢 当然也不是错误 就也是基本上是一些比较一些消息会记录 不是所有事情 而LOTEX呢 它是一个常规的 常规的一个级别 常规的一个级别 通知嘛 对吧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常规级别 那另外还有什么呢 这般通知注意啊 然后还有呢这个叫警告级别 警告级别呢 在这叫警告的条件 还有错误的error 错误条件 是吧 还有critical 就是紧急 那还有呢 这个 越往上走的话 这个级别越高 比如说这个级别 表示系统就完全不行了 程序就不能用了 对不对 好 那有同学说这个级别我们怎么定义呢 这也不是你定义的 是吧 开发人员会 他会定义 这个程序产生哪种什么 错误是属于输出哪种级别的消息 明白吗 开发人员他除了要选择什么以外 除了要选择这个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叫设备类型以外 他还要定义这个程序产生的何种错误 应该是属于哪个级别 听明白了吗 那举个小例子 SSHD 有一个人连了一下 就马上说emerge 或者说critical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就相当于什么呢 你本来只是一个小感冒 你把遗书就写好了 没必要吧 对不对 这个时候没必要 当然这个事情我跟你讲过 不是有我们决定的 好吧 是谁决定呢 对 每一个程序都可能会输出 他选择了什么 假如说SSD 他选择了OS PRB这个设备是吧 这是只是说他的消息类型 听明白了吗 然后他紧接着他产生的哪种消息 该怎么输出 他内部对这个消息呢 做了一个什么 等级的划分 这个叫做nevo 叫级别 明白吗 就也说SSD 他设备肯定是OS PRB 对不对 但是他可能这一次输出的是哪种级别 他可能输出是info级别 下次可能输出的是什么 notice级别是吧 还可能输出是warning或者error级别 那到底是哪个级别 这个就看程序员怎么去什么 定义呢 就是跟你有关系吗 没有 好吧 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你只要人家发什么级别 你怎么去处理是不是就可以了 人家假如说这个SID 他发了一个出来一个什么 出来一个info级别 那你就怎么呢 你就把info级别的事情处理好 是不是也可以了 人家发了一个那个叫什么 叫叫叫叫叫叫叫啥玩意儿的话 你记录好是不是也可以了 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你还能改变什么吗 对吧 人家发了一个橙色预警 你戴口罩啊 是不是 人家发了一个给红色预警 你戴氧气罩啊 你把氧气背上是不是也可以了 你还能干什么 我们只能是右侧这个 有人还非要问我一个问题 所以说老师 你能给我明确说一下 这个 这个 什么情况 是属于普通 什么情况是属于警告 这我怎么跟你说呀 是不是 每个开发人员 定义的标准不一样吧 可能在日本 稍微的这个雾霾严重 就是红色报警是吧 但是在 咱们这呢 所以每一个程序员对什么 对这个紧急的第一是不一样的 我刚刚讲了 在我这儿 我可能觉得得了癌症 我才会留医书 在你那儿呢 你就感冒了 鼻子不通 你说我要快死了 我要留个医书 这个是不一样的好吧 那你怎么回 所以你千万别问我这个问题 我问你问我我也答不上来 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开发人员 好吧 肯定在开发的时候 有一个稍微指导他们说 你不要乱报是吧 你不要夸张啊 肯定有一个指导原则 但是这里呢我们就知道 知道什么事情可以 一设备是谁选的 开发人员 级别是谁选的 开发人员 你就怎么办 你就人家输出什么玩意儿 你就记什么玩意儿 是不是可以了 嗯 能听懂吗 嗯 对你看 阳光正里叹气的 不知道是为我的哪句话叹气 好 那我想说的是呢 各位 你看啊 那么这个很简单 所有设备的什么 info级别 是不是所有设备的info级别 肯定没有debug 一般debug是不会用到的啊 一般是不用到的啊 debug最多就是单独给某个设备用一下 所有设备的info级别 我这不决定级别 我这只是说 对某个级别某个设备的某种类型的级别的消息 我该怎么去处理 仅此而已 仅仅而已 然后对于这个新包含是不是所有的 包包还没有包包 如果不写后面这句话包包包 这个那级别呢 你看这个级别里面没有一个叫浪的 你仔细看的话没有一个叫浪的 三是snog 这里面没有一个叫浪级别的啊 有吗 没有吧 那是因为呢 这个级别相当于排除了 所以我们看到相当于这个设备的这个级别 这个设备是不计这个是不计的 另外infoinfo是属于一个什么级别 什么高info是不是属于这个 这样子标准的 那各位我问大家info的计更严重的计不计 当然了你你鼻子通都计你 得了个什么癌症你还不计啊 那一般这里所的info就指的是info和他什么 更严重的事件更以上的级别都计 明白吗 这只要定一个底线就可以明白 好 然后紧接着这些是不是不计了 这个看得懂吗 什么意思啊 24prvc 是不是所有级别都计 所有级别都计 所有级别都计 然后但是有一点任何设备的什么 最严重的这个紧急啊 这个致命这个紧急 最严重的这样一个一个紧急 那怎么办 到所有终端 好我给大家做个演示啊 看啊 咋了这是 啊 你站好了吧 然后 所有设备的 所有的 基本不是所有设备 这是这是什么呢 他把我打乱了 这 哎呀我这一天我这 我的类型的多强大 哎呀 我说句话 一会儿 如果说我在这么认真的讲 然后你你还在那睡觉 或者怎么着 不要怪我发飙啊 哎呀我这多少站起来 是不是 没关系 谁都谁都困 我要坐在听课 我做一个小时 我就打呼噜了 开始 我现在在一个班听课 听别人讲课 听打呼噜 我至今为止 不是不是叫我学生 他不好意思叫我 我至今为止啊 我还没有听过哪个老师讲课 我不睡着的 所以可见就是讲的再好 你都可能会睡着 这很正常 好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告诉你 你要睡着了 给我讲的好不好 没关系 这也不能证明我讲的不好 这是重点的一句话 你要听话 你认识听 你把工牌别别整 来各位同志们 我现在 我那个写了一个什么 我写个GAMP是吧 GAMP 然后哪种级别 我写了一个 Emerge 然后Evo 你看我的屏幕啊 这是我的终端 这是我终端 这也是我终端 看到吗 我甚至切换一个 是不是好终端 看好了 走 哎 什么 未知在什么 我看了 我看了 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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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咋是级别 这是级别 我先有两个级别啊 真是太遗憾了 新点 新点 哪有新点 就是 就是 就是Emerge 没法写啊 Emerge Emerge 好了 屏幕上大家看到是不是要跑啊 这边也要跑 这边还要跑 因为这属于哪种 一种事件 严重事件啊 是不是严重事件 大家会发现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系统出了大问题的话呢 会抛出这么一个错误来 是吧 好你看 新点Emerge 就是任何设备的什么 这个严重级别 然后都发到屏幕上 这主要是个信号 主要是信号这个动作 嗯 信号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设备 另外呢 Local7 是不是的所有 所有级别 到这个文件里面来 看到吗 好 这就是我们的 叫什么 这个的一个 规则的一个定义 那下面呢 我们实际上写这个规则文件 说白了就是告诉 阿斯斯达克地进程 关于哪哪种消息 是吧 的哪种级别的信心 怎么处理 实际上我再问一遍 那个进程 选择哪个设备 输出哪种级别的消息 跟我没有关系吗 你能左右吗 木楼 就是对吧 我刚刚讲了 他是今天是红色预警 明天是橙色预警 这个跟你左右不了啊 我们只能够 怎么处理就是 戴口罩 戴氧气 氧气的那个被氧气 做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那些进程 关于怎么选设备是他选的 怎么输出哪种级别的消息呢 也不是你干的 是进程定义好了 说这个消息属于哪个级别吧 最后反正出来以后是什么效果 哦 来了一个 哪种设备的哪种级别的消息 是不是来了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就要写规则文件 这规则文件用来定义 哪种设备的什么 哪种级别的消息 该如何处理 是不是 我们写的是这个问题 所以实际上你 你这个时候再看 没有那么困难 是不是 那这怎么处理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有三个作业 这个作业实际上呢 比较简单 第一个是将奥斯PRV的设备日志 记录到哪去 我们是改变不了左侧人家选择 奥斯PRV的 我们也不可能去改变人家输入消息 是哪个级别 但是我们可以规定的是什么 把奥斯PRV这个设备的这个什么 这个消息什么级别的日志 该如何去处理 注意处理真不是说只是简单的写文件 没有吗 可以是 发到远程去 好 那我们看看 那关于第一个 能看懂吗 这个地方改一下是不是也可以了 这不用做了吧 第二 将 sid 日制设备改成什么 logo5 并定义logo5 这个我在屏幕上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在某种程度 那个情况下是可以参与日制设备的选择的 对吧 对的 自定义 那就这边我可以定义一下 没关系 edcad ssh sjd 当然这边我不能乱写 因为乱写的话我可能连不上了 好吧 我这边 我一般的这个都是这样写的 这是复制一下 怕以后那个叫 叫什么 改改改改改改改不回来了 你看我我要写错的话会怎么样 fdb 颜色不对吧 大写的 看到吗 他知道他只能选这个 他选4 当然也没问题啊 是不是 因为logo0到logo7是 都是自定义的 是不是都是自定义的 我们就弄4行吗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把那个哪个符啊 我在说明啊 我之所以能够重新是因为我的语法上是没有错的 我可不敢写错了 写错的话我起不来了 特别是远程 你们本地还没关系 那么现在呢 我的要求是寄到哪去 寄到 warlogo sid.logo 你觉得现在有这个文件吗 没有 warlogo 下的是什么 sid.logo 有这个文件吗 这叫有啊 low search fill 没有这个文件吧 好 那 告诉我 我先只做了哪一部分 左侧 我怎么做的 我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程序再编译一遍 好吧 那我就采用了 他给我提供那个接口 那我改的是他的什么文件 那我为什么要重新啊 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们在前面讲过 sshd这个进程 我们往深入说一下 我们sshd这个进程 是没有打开他的配置文件的 看到吗 我们或者在这里面过滤一下 那个叫shd-config 你发现没有 就在打开的文件当中没有 那shd进程有没有起来了 有没有起来 有起 那说明这个配置文件 就算你改了 他也不知道 是吧 因为他是一读的方式打开的 打开完了以后 这个文件区名是不是就释放了 然后怎么做的 然后你要想要 然后你要想要那个啥 你要不重启 要不是给他发一个什么信号 信号几 信号1 叫做 不是reload 叫hup 其实相对reload 好吧 叫重启 那个重载信号 明白 你们 反正是 主要是要促使他去干嘛 重新读一下配置文件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有同学说老师 你这没有写重启啊 你想想看 你要是改了配置文件 你不重载或者重启 他是不是不知道 这个设备变了呀 好了 反正是我现在仅仅做的是哪部分 左侧 是不是左这部分 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 那这个文件会产生吗 不会 为什么 你还要第一什么 local5这个设备的级别 每种级别日制干怎么去处理 听明白了吗 好 我现在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local5是吧 local5 local4 好 然后edcrsyslog.comfor这个文件 然后 在这写吧 顺序没有 没有一定的顺序啊 是不是所有级别 到war logo下的什么 sid-logo 这个名字是自己写的 没有 现在看也没有 是没有 现在 那么 各位 刚才这个文件是谁的配置文件 这个谁的 哪个进程的 是不是那个rsyslogd的进程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重新启动一下可以吗 re node rsyslogd d oh sorry 是怎么闹打错 他说什么 状态是没起吗 status rs 啊 没有地没有 没有他本来就没有地 有地吗 这个服务开起的 他肯定是不支持re node的 好吧 那我们就只能够有些服务啊 可以了吧 然后当然这个文件估计还是没有 但是立马就会有 因为 因为你们现在啊 没有没有访问过我 全班都可以远程我一下 产生这种什么 你们访问的我哪个程序 访问的是我的sid 他选择的设备是哪个设备 logo5 当然实际上我想告诉你的是 他原来的设备也是有的 只不过我增加了logo5 然后logo5的设备 对应的那个文件 对应的那个处理的一个文件 我们是不是也也写好了 好 有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做 是不是有了 好 而且这里面是什么呢 是你们刚才连接我的时候的一些个日志文件消息 听见了吗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发到哪去了 我是不是 第一在左侧 为我们的进程选择了什么 设备 第二呢 在右侧我们的assist.d这个程序 我们通过配置文件来定义了它的规则 来 第一呢 local5这个设备的规则 听见了吗 当然规则可以这么定义 我这放哪去这是 是不是写到本店 那能不能这样写呢 哦 大概是local5啊 没关系 我这个可以和那边不一样好吧 这是个示意图 10.18.42.102 是吧 我能这么写吗 肯定没有语法错误 你看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将 我这个处理的方式 是将什么 local5所有的 这个设备所有的级别的日志 写到哪去 就是发给那个主机 当然前例是 那个主机必须要开启日志接收功能 并且开启防火墙 明白 那我们 这个只是一个参考 那个主机在这 这是那个主机 嗯 那么我们现在呢 我假如说 我的assyslog assyslog.confo 我刚才是到哪去 10点什么 18点多少 42点多少 102 是不是这意思啊 好当然很抱歉的 又那啥呢 重启 好现在 我假如说 我把这个 这个文件杀了 它还会再出现吗 还会吗 不会了 因为我已经对它 没兴趣了 好吧 那我要说的是 发过去以后 它是有条件的 来 非常好 这是放大是吧 图片往右移动一下 好吧 现在发开谁呢 我喜欢纯洁的颜色 我发开谁了 这边是谁的assyslog 这个是谁的 这个是我的10.18.40.100的吧 这边是谁的assyslog assyslogd 这边是10.18.42.102 他的assyslog 看到吗 我是不是发开他了 我这边你看 我的进程产生的日志 发开他了 这哥们得能够收才行啊 收是有前提的 什么前提 这样吧 我们先啊 在 你们可以回看视频 好吧 这个这块我笔记上没有写 因为我这块了 我是给大家 只是做一个铺垫了解 就可以 所以你们可以回看视频 好吧 我在我的右侧 右侧右侧 这是谁的机器 102 我看他的网卡 他的网卡叫做 他的网卡叫EN 不是上面 这个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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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 好 他现在呢 做一个小动作 抓个包 从这个网卡上抓个包 就抓取端口 我要死那个端口的包 我说了啊 我们可以做一个回放 好吧一会儿啊 我把这个mini给大家可以贴一下 可以贴一下 在图片上贴一下 这是 各位 这个意思是说呢 很简单 抓去哪个接口 TCP端不是抓包的 我们在前面是不是提过 讲过 在讲网络的时候是不是讲过 抓去哪个接口 他的网卡接口 NN 你先写上 端口是多 514 并没有说TCP 也没有说UDP 然后等一下 看这儿啊 等一下 现在 请大家注意看 现在 这个机器是哪个机器 整个 其实这个整个是我吧 这个整个 这整个是不是我 我好自私啊 看到了 整个我自己的程序 产生的日志 我处理方式怎么处理的 我甩给他了 看到吗 我就像甩过去的 我甩过去人家还得先接收吧 还得说放哪去吧 要是他没有先接收呢 那 也就是如果有人 谁 如果有一个用户 访问我 访问什么 访问我的 SSH 来推导一下 这边 这边是一个用户 他访问哪个服务 SSH 而这个进程 现在的日志文件是哪个 日志设备是哪个 2个5 2个5 我要怎么处理的呢 我要怎么处理的呢 我发给谁 102 102 他他 他还没有接收是吧 但是他能看见 没有吗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访问谁 访问哪个 40点多少 100 然后呢 在这边看一看 抓包 来 你们配合一下 访问 40点100 嗯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看见没有 看到了 好了好了 我不想整了 我就抗拾c了 是不是40点100 是不是通过自己的那个端口 50349端口 给我的102 514端口通讯说 哥 我给你来个日志 我是locos的 然后那个 info级别的 你要不要 他说我不要 因为他说为什么不要 他说我没有做好那个 接收的那个 接收的那个准备 那里面吗 我们确实能够看到 源源不断的 有那个什么 日志过来 那谁发起 谁给他发的呢 是 我们的 那个 100的服务器吧 给102发的吧 但是呢 他并没有接收 那怎么办呢 如果想接收 我说如果想接收的话 这个不是必须的 好吧 我快速做一下很简单 非常快 打开EDCR的 这是assyslog.confo文件 是吧 他还是在他的哪个服务 assyslog 配着文件 是不是这个文件里面 打开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模块 看到模块了吗 UDP接收 模认UDP接收 所以他只要在他的这个 里面打开 UDP接收 明白意思吗 然后在第一 no code 4的所有日志 到 哇 logo下的 比如说叫 随便写一个 就叫100点 logo里面去 好吧 看到吗 他只要做两件事 一 打开远程日接收功能 第二呢 把这个定义好 当然防火墙 肯定要开一下 不开的话 肯定没戏 好 这边呢 我再快速写一下 我把所有东西都写好了给你 local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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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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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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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5 怎么啥也不是 看到吗 好 现在呢 各位 我现在做完了 我们展示一下效果吧 来 你们都还是访问一下100 快点快点快点 访问100 哇 logo下的 有了吧 看是不是有了 好 我知道这块 大家可能没有看特清楚 不过没关系 这个图片呢给你保留着的 好吧 这个图片我稍微回来再带一下 好吧 现在这个102服务器什么服务器 就是一个远程日智接收服务器 明白 好 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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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一下 感谢观看